小伙伴们可以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我们都知道虫洞简单的说就是时空隧道 因为目前还没有发现虫洞存在的证据 所以只能当作理论 然而有一个国际科研小组却发现 银河系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虫洞 这很由意大利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科研小组声称 他们基于银河系的研究和理论发现 银河系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虫洞 而且稳定还能通行 这支研究小组的科学家之一 意大利暗物质专家保罗·萨拉西表示 他们在把最新的宇宙大爆炸模型和银河系暗物质地图 结合在一起进行观察的话 就会发现银河系可能真的存在时空隧道 而且时空隧道的尺寸可能有银河系那么大 根据他们测算 这个巨大的时空隧道完全可以通行 只不过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方法而已 当然了这些依然只是基于理论模型提出的假设 还没有得到肯定 不过因为对虫洞的研究也涉及到了暗物质 科学家一直试图通过大型粒子对撞机 发现一些从未见过的粒子来解释暗物质 然而保罗·萨拉辛格认为 暗物质或许并不依赖这些所谓的粒子 相反暗物质可能是一个星系的交通运输系统 照这个理论分析 那我们是不是在太空中随时都有可能穿越呀